都是腐败龙门症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我对这个中文的汉字 简体和反体字的一些想法 实际上我想说这个话题已经有一万遍了 但是晓得这是一个经常引起两人互相对吗的话题 台湾的两人就经常说 啥子反体字吗 我们这边叫正体字 然后又说大陆简体字叫做禅体字 禅非禅 想起这些就反求得很 所以今天我就干脆就用中文的答谢和消息 来代表这个反体字 或者说叫做正体字 消息代表间体字 就是人家他学我们说的残体字 来讲这个中文汉字之前呢 先讲一个Y中的一个现象叫做penifizing 因为我晓得起渡轮车 所以我就了解一下这个渡轮车的意思 它是一个叫做penifizing的一种大轮带消轮的执行车 它是一个演变过来的 刚开始我只晓得这个名字 它不晓得这个为啥是叫penifizing 然后一般说过英语都晓得penny 但是fizing一般人是不晓得 后来又一天跟老百败拜龙门证 他就说那个fizing是英国的另外一个银币 是一个小一点的银币 所以是penny和fizing房的一起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如果用加拿大的这个银币来 将就是可以叫做tune penny 当然那个加拿大从2013年开始已经停止使用这个penny这个银币了 这个在我以前那个演语书中也提到过这个现象 在那个实际的预言上中有许多这种penifizing的现象 比如说玫瑰英语和这个银币英语 然后玫瑰英语呢就有很多评写和银式英语不同 最基本的最典型的例子大家想到的肯定是这个color颜色 玫瑰的英语叫少一个字母比银币 另外还有许多玫瑰英语它用三个字母前三个字母代替 一个整个单词比如说这个什么 lab gas 还有这个app 就像一般的中国人说这个手机app 还有辛辛苦苦的都说手机app 人家老外就说app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 摩西哥会租了南美国家的西班牙语和这个欧洲西班牙语 这个西班牙语 那个大陆出版的这种西班牙语书 比如说这个我学的西班牙语俗称 它就是这个欧洲的西班牙语的语法为标准 那个比如说这个尼门 就是尼门的这个复苏形式 他们就是用要用vosotros 但是在这个拉美国家里面就全部是用ustedes代替的 我以前一直说这个说 一直以为他们全部用vosotros 后来是去那个多伦多市中心一个spanish center 去找一个摩西哥的老师说了哈 这个上了一个西班牙语 我才晓得他们 那美国都不用这个vosotros 用ustedes 这样的话如果是被这个动词变味 像这种动词变味说的时候 你就可以少背一个 一般的动词变味要被路过变味 就可以自背五个 就简单一些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巴西的葡萄牙语 和这个欧洲的葡萄牙语 我呢喜欢吃葡萄 但是葡萄牙语还是说不来 但是经常看到许多产品说明书 经常分有巴西的葡萄牙语 或这个欧洲的葡萄牙语 就晓得这两种语言肯定还是有好多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两个欧洲的语言 有可能出现这种pennifizing的现象 但是没得出现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 比如说法语 法国呢在北美中输掉了后 英国的战争 Nouveau France 刑法的乱兰西就变成了现在的加拿大 区域克斯 另外还有啥子驱逐阿卡迪亚人事件啊 还有啥子 路易斯安娜作用 埋给玫瑰啊 这些事件都造成了现在海外的这个法语的 人数的数量 少于这个法规的奔兔 荷兰呢 是当年殖民淫尼 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呢 他没有强力推行这个荷兰域 然后淫尼独立之后呢 就没得人叫荷兰域了 要不是淫尼现在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大 第四大的国家 现在全部都在讲荷兰域 那个就厉害了 最后呢 就讲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Penny法人现象 除了海外华人 大部分是用这个所谓的大学中文之外 另外两个是用中文大学的这个地区呢 就是香港和台湾 当然这两个地方呢 有用的 呃 发音啊 还词汇啊 肯定是还是很多不同的 呃 经常看到有人提到 哎 总会有没有可能在恢复适用这个 大学文字啊 我就经常在想 我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 让那个大伦子国家的域法 向那个小伦国家的域法去通一 你想一下子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吗 现在就来讲一下我对这个 云烟方面的一锅良知的这个设想 先会议一下子 中国为什么要在内地实行这个消息 中华骚浪江的特登江 获得者马金乌说过 港街坊的时候不识字里认 亨夺亨夺 于是就需要大量的像他这样的骚梦 教师去进行骚梦工作 在当时 坚化汉字是有助于人们更加快速的认识汉字 但是这个消息这个中文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意涵 这个就是说丢掉了这个 相形文字的许多的文化 人们最经常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爱 这个大些的这个爱有个形 这个消息的这个就没有形了 另外呢就是还有许多这个 汉字在大些的时候是用不同的这个字 等消息的时候就就被一个字所代替了 比如说这个赶量的赶和这个赶货的赶 这就是一个经常大家讲到的这个例子 这也是那个许多使用那个中文大消息 自动转换时候的软件出现了错误 当然这还有个更大的意涵呢 我认为是将这个文化的正宗的地位 就让给了钢太 让的许多的外国人就认为自由到太完 才能去学习这个正宗的中文和文化 从这个方面讲到说消息的中文 使这个灿梯是有那么一顶点这个道理在里面 那么是不是说就让中国这个大陆 马上回复适用大些汉字呢 就像我前面讲了这个三个Penny Farzen的这个情况 这也是不太显示了 那么这种的办法呢 我想最好就是说实行这个中文大消息的这个 一国两制就是说现在让中国实行大消息混合适用情况 当然这个不能高一刀鞋 就是说应该高像八十年代的那个政策一样 让一部分的汉字嫌大些其赖 我先想到最重要的这个文件一定要用大写 就比如说是政府类有关这个国家文件 这个比如说还有人民日报这种国家的保值 这就当然还有包括孤级书记就是一定要用大写 在学校里面让那个中学的问科生就必须要适用大写汉字 而古代的这个问验问也应该用这个大写来学习 在高考的时候如果是学生能用大写汉字作问 而且正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觉得应该可以夹无分 而这个大写文字对科研工作者这不孤立实用 因为是用小写能够有效力提供他们的工作效率 用助于他们更加集中精力 在这个芯片呀发动机呀这些方面做出更好的贡献 人们可以舍相一下这个李永乐老师 如果是他在黑班上写这个学定乐的时候 用小写他都陷慢 如果让他用这个大写来教学 这肯定是这个效率就是更更低了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大消息的构想的基础呢 就是说现代人的汉字输入呢 大部分都是以电脑为主了 真正写字的事件我看也就是前个命 对于我来说大部分事件都是不是用这个收集 就是用电脑在输入文字 这和这个旧社会和这个行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这个要用一笔一画的鞋 这个汉字的这个这个麻烦已经没有了 对于这个普通论来讲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电脑上设一个平音的汉字输入阀 就是大鞋输入阀 直接用电脑输入大鞋 当然那个社会上也可以用这种认工智能来制作一些高质量的大消息转换软件 就是不要犯那些错误 这样同时我认为 国家也可以考虑这个HSK 汉语水平考试可以设 汉字的大学和小学两种宣详 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要参加的那个 英语类亚斯考试有general和academic两种 那么中文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设设两种 就是普通中文和这个academic 这个学术性的中文就用这个大学的中文来参加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学习中外国人来说 以后他们想学这个传统的中文 也就是说不必要 一定要非得去台湾啊 除了内地使用个大学中文之外 我总希望广东省可以推广那个广东话语与搞好个力度 特别和那个门眼门部分 中国诗次大卫可能都可以搞南北两个部分 曾经以来就鼓励是用粤语狼送股市 我们说诗歌诗歌 现在的粤语歌就是中国已经很流行 但我现在是时候去推广粤语诗的时候 于是在国安法之后的陶纪王渝民都会有机会找到更加适合他们的工作 除了政治立场我都不同意他们 但是我都很喜欢看他们用广东话讲中国的古文 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认一认 怎样可以使用到我这个狗想 中国的政府没有人去听我的这个论法 我觉得唯一有个能力和中国政府谈判的就是现在的台湾政府 大家讲除了某些个 我现在除了母统和合统之外 又讲了一个新的叫字统 我都希望这个中文的大小写的方案可以当作被这个字统的一个书母画车 我都很希望这个文化层次的一个两字可以被两岸带来和平的机会 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 谢谢大家